大家好,我是宋,一个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大妈 我女儿从小我都教育她,她一半的血统是中国人 今天我女儿要给大家做一个诗朗诵 江河 你听得懂妈讲什么 从两三岁开始我就把她送到中文学校去学中文 你跟妈妈说你叫什么 你是哪儿的人 中澳混血 因为她从小都教她说是中国人 她就是长大一直都是说是中国人 其实呢,你要说你是中澳混血 好,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开始读吧 好 大声啊 好吧 唱和 好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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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of 中疚 他的名字叫 藏 藏 他的名字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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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灰墙的灰墙是中国的吴清河 他们恐吸流大洞 不用吸中华大地 我们爱土域的 谢谢 现在要不要给大家唱一首中文歌 唱歌的时候你就自己看着妈妈看着镜头唱就行了 站起来 把书放一边就站好唱 看着妈的镜头唱 大声站好 我还要唱什么 明天是过新年 你再给大家唱个英文歌吧 明天是新年明天 所以就唱英文歌 明天是新年快乐 明天是新年快乐 iin 你会把约的 Warsaw 你很愿意 好了好了别唱了太长了 好了现在下一个项目是什么 不用信了,你现在中文书看完,该去干什么了,是不是该写诺笑了,该写数学了 去吧 Siki,你跟大家说你读这个书,让大家看看你这个读的什么书,书名叫什么 其实我真看不懂,他读的故事书 你每天要读多少,他读书的时候,不管是读英文还是中文,只要我不说停止,他要一直读下去,是不是 今天好像你刚才就写了读笑,也是写了英文,今天还没写数学,你是不是故意的 好,读吧,读一会儿,开始写数学,要写点数学 你快点好好学,读完了去写数学,自己把字眼提起好 我牛是最不喜欢数学,因为数学要动脑子 好了好了,现在结束,赶快学 妈妈现在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 全家仍在有条不紊的结束今年最后一天的工作 老公在外面把花园打理的干干净净 草均除得非常漂亮 毫无怨言 小女儿在写的非常不愿意学的数学 再读完了中文英文和拼写 以后最后一项就是数学 计算题 CK,你把第二题给妈算出来 57 plus 39是多少 第二题这个 现在把那个得数给妈写出来 好的 你不用跟我说,你就把总数算出来 7 plus 9是16 所以6是1是1 所以现在6 plus3是9 96 好,在现在写一个mentans 写一个mentans还没写,是不是 这是mentans啊 mentans还是plus 这就是1是plus 所以14 something equals20 让我们这一项 小牛虽然说是快算吧 14 小牛的学习算不上拔尖 但是呢 她还是算是比较用功的 只要让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她是能做住的 20 14 plus 6 20 好 她就是 三位数 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是没有问题 成法呢 就是说 成法口诀 除法口诀没有问题 但是呢 现在是应用题有一点困难 小牛毕竟才刚刚七岁半 虽然是二年级已经毕业了 该上三年级了 但是她毕竟才七岁半 她是四岁多 不到五岁就上了小学 上了prepper 欲红班 上学上的比较 所以说呢 这个学习对她还是有点吃力的 手指头够用 是不是 这个澳洲 我就发现在我 在我辅导我女儿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这个澳洲算数学的方法 和咱国内不一样 国内就是用那个 国内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国内我们就是成熟法 或者说那个口诀呀什么的 就很快就算出来了 但是呢 澳洲这边 我女儿这个成熟法 还是我逼着她硬背的 她在好像在学校 也我问她背不背 她跟我说不背 但是呢 我问别的小朋友 就是说上了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 我问他们背 他们说背 估计可能现在我女儿 因为她上了是澳洲 所以呢 比正常的要难一点 正常的班级还没开始背 她只是在那个澳洲培训班开始背了 是不是妞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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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伯母 你疲惯吗? 当然,我做了一碗瓶子 还有什么要喝? 喝点水 我给草莓的乳酱 乳酱? 对 出完草了 伯母,我给你喝酒 看我女儿都会心疼她爸 小妞真的是 我下午带她出去玩 你的作业写完没 出来晃开了 你还天天就是可不客气了 你看她就是这 只要是敢逮留一点机会 就要给自己放尿 快点 这一个那两个呢 好了好了对了 走吧走吧 是的去玩吧 学习了两个小时结束了 我还在继续我的工作 好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明天见 大家明天见